Hello 大家好 我是肥仔傑 今天是2020年6月23日 今天有兩件事要和大家討論 首先第一件事是早兩天 人大常委和法公委 推出了一個國家安全法的說明 這說明說到大部份國家安全法案件 是由香港法官處理和審訊 這說明說到特首有權委任法官處理國家安全法案件 但當這說明出現後 大律師公會的副主席葉巧爾出來說 國家安全法案件由特首直接委派法官 真是民所未民 到底這件事是民所未民還是孤陋寡民 稍後和大家分析一下 第二件事想和大家說的是岑子傑 早兩天開街站時 有他的支持者襲擊對一個市民行私刑 到底整件事是怎樣 而當中為何市民會激怒這群暴徒 到底他們當中說了甚麼 待會再和大家透露一下 在影片開始前 希望大家可以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 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入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下右下角訂閱和開啟鈴噹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一條新影片 第一件事要和大家說的是港區國家安全法 早兩天人大常委法公委出了一個港區國家安全法的說明 希望展述多些關於國家安全法的事讓香港人知道 讓香港人釋取心中的疑慮 可以大家一起支持國家安全法 當中有一些地方提及到 特首有權委任法官或開設一個新法庭 去處理國家安全法案件 但當然那群攬炒派和反對派 那些黃絲暴徒 當然是擦著他們的尾 他們自己害怕 到底真的被甚麼人審 紛紛出來表態說這件事是不行 不可以接受的 這個大律師公會 大家都知道 大律師公會作為他們攬炒派最常用的法律代表 他們的副主席葉巧爾 在這個說明後出來和傳媒訪問時表示 這個做法 即是由特首直接委任法官的做法 是民所未民 有人質疑到底是民所未民還是孤陋寡民 即是說葉巧爾是大律師公會的副主席 有些人會誤信葉巧爾以為他是大律師公會的副主席 一定很有權威性 一定很熟悉法律 結果被律政司大巴大巴掛醒了他 不過醒不醒就未知 不過有一點一定要清晰地讓大家知道 原來特首在過往一直以來 所有的法官都是由特首委任的 這件事是基本法上列明的 所以我們看到葉巧爾根本在玩語言藝術 把委任這件事灌進去指派 因為這有很大分別 為何會這樣說 因為昨天律政司出來 譴責葉巧爾說他誤導公眾 為何說誤導公眾 因為葉巧爾直指法官無權由特首委任 但事實上 律政司亦重申 這個委任並不是單一案件的委任 這非常重要 因為特首向來是委任法官 我現在委任你成為香港的法官 不是經過一個考牌制度或制度而出來 而這個委任是委任一堆法官去做 而不是委任單一法官去處理單一案件 我們不會假設肥仔傑是一個法官 然後特首委任肥仔傑 今次肥仔傑負責處理ABC這案件 然後誰又處理EFG這案件 並不是這樣的 而是委任了一群法官去處理 類似的案件 即國家安全法案件 而以往亦有類似的做法 包括哪些 就像家事法庭 刑事法庭 等等都是由不同的法官 而這些法官亦由特首委任 大家試想像一下 一個法官不可能清晰地 熟悉地知道所有法律程序 又或是所有法律 因為法律這麼厚 這麼大本 我不是質疑法官本身的知識或能力 因為我相信他們本身是專業的 但對於港區國家安全法這件事比較新 不是每個人都熟悉的 即是你家事法庭的人本身處理家事 你沒理由叫他處理刑事案 亦不可能他會處理國家安全法 所以變相由特首委任一群人 然後這群人負責處理任何國家安全法案件 這是一個非常好 亦是慣常的做法 我們看看JR一樣 司法覆核也是由指定的法官去處理 不是普通家事法庭的法官亦可以上來處理 所以這次葉巧爾說這番話 根本是打算誤導公眾 而他誤導公眾的位置在哪裏 其實他有一些想令人覺得 國家安全法這件事是權力無限放大 這亦是恐嚇香港市民的其中一個招數 亦是攬炒派經常用的招數 大家試想想一下 過往我們一提到23條 國家安全法一地兩檢 這群攬炒派一定會把更極端的假設 放進他們自己的陳述中 讓別人以為國家安全法或一地兩檢 或23條真的這麼恐怖 說到大陸一定會來香港捉人 一定會破壞你的法治 即是說到這個世界任何人 特別指定中國司法制度或公安警察 一定會破壞法律 但事實上我們看大陸現在的法律體制也完善 甚至大陸的警察部門也是非常專業 反而破壞法律 破壞我們香港法治的人 就是那些叫你留案底 令你人生更精彩的所謂的大律師 這些真真正正正破壞法律 與此同時 郭榮鏗也有出來說過 今次的這個做法他們是不能接受的 但郭榮鏗出來跟你說的話 大家都知道 他肯定是反對你國家安全法 亦反對你任何關於國家安全法的事 特別是開一個新法庭或委任法官去處理案件 而對於新法庭這裏 亦要指出不是特別有一個法院 是國家安全法法院去處理 而是像家事法庭 青年法庭等 這些法庭根據司法機構的體制設立一個法院 即是這個法庭是專門處理國家安全法 那個法庭是專門處理家事問題 另一個法庭負責處理刑事案件 這個法庭處理司法覆核等等 所以這裏要清晰告訴大家 千萬不要代入反對派的陷阱 另外第二件事要和大家說的是岑梓傑 岑梓傑早兩天開街站 然後他們的支持者公然襲擊一個市民 因為市民和他們的意見不同 而那個市民到底說了甚麼 令到他們的支持者這麼生氣 或者令到岑梓傑這麼生氣 肥仔傑得到當事人的一些 當時的對話 和岑梓傑的對話 讓大家看看 他和岑梓傑的對話 他問岑梓傑美國也是用國家安全法通緝 史諾登 大家也記得史諾登是誰 請你解釋一下民主大國 西班牙最高法院最近判了加大羅尼亞獨立的人坐牢 他們只是說了解釋一下可以不可以 岑梓傑當然會帶他到柚法院 叫他快點回答我的問題 岑梓傑說 史諾登就去了俄羅斯共產主義國家 那位市民立即踢爆他 俄羅斯現在不是共產主義 他說俄羅斯是和中國朋友 和中國朋友 那人當然質疑他 俄羅斯和中國未必是完全朋友 亦質疑他說你欺騙香港市民 你當時說民陣有200萬人出來遊行是假的 科大的經濟學教授雷鼎明用科學的方法 證明了200萬個數字是假的 你騙香港人 然後岑梓傑在爆粗鬧 市民不抵得說你為何說粗鬧我 然後岑梓傑開始無賴 他開始說粗鬧犯法嗎 然後市民質疑他 你騙香港人說謊 然後他突然被人從後襲擊 至少在頭上打了兩拳 這件事我們看得到 岑梓傑的支持者 是多沒有民主精神 被人襲擊被人私了的市民 我不開名 因為肥仔傑認識他 但不想開名 因為怕被那群暴徒事後起他們 這個被私刑的市民 其實他只是想理論 而且和平理論 那個人沒有攻擊性武器 亦沒有襲擊他們的街站 亦不是大聲罵他 叫囂 只是和他講道理 他不夠講道理 道理說不贏的時候 就走過去說粗口 說完粗口便開始支持者打人 這些是甚麼民主 我想問一問岑梓傑 到底是否有你這些人才有你這些支持者 還是有你這些支持者才有你這些人 如果你的支持者 也不願意接受一套民主方法 或和平理性地討論一件事 很難令香港市民相信岑梓傑 是怎樣的質素 你的支持者絕對反映了岑梓傑自己的質素 而我們亦看岑梓傑的辦事處 在前兩天亦遭受別人噴漆破壞 這件事亦凸顯了岑梓傑的假民主或雙重標準 事源於6月21日早上被人破壞 他後來報警 然後上社交媒體發文譴責 他說有些黑暴 說他襲擊他辦事處的人是黑暴 首先 肥仔傑在此重申一點 肥仔傑是不支持任何暴力行為 亦不希望大家用任何暴力行為 去滅別人或搞那群黃絲 因為其實不值得你們這樣做 好了 岑梓傑說黑暴搞我辦事處又報警 我們看看岑梓傑也知道原來破壞辦事處是不對的嗎 要出來譴責嗎 為何去年 在這個黑暴事件內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 被人破壞 有些被人焚燒 有些被人扔雜物 有些被人灌水 為何岑梓傑不出來說話 然後又不停把所有暴力歸咎到政府 為何這次你自己的辦事處被人搞的時候 你又不去歸咎到政府或歸咎到你們自己的黑暴 這就是他們的雙重標準 亦是他們既得利益的問題 試想想如果這個辦事處不是他自己的辦事處 是建制派的辦事處會否發聲 不要說去年黑暴事件 而是現在這一刻如果是建制派議員的辦事處 到底他會否發聲 根本不會 這是名正言順的雙重標準 亦看到這群攬炒派並不是真民主而是假民主 今集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不過在臨完結前也希望大家呼籲一下 肥仔傑即將會成立一個義工隊 而這義工隊希望大家可以在未來的日子 一起出來我們開多些街站 一起宣揚國安法 和我們一起做實事拯救我們的香港 如果有興趣加入肥仔傑義工隊的朋友 希望大家可以在下面的描述欄 按入連結內 報名登記成為肥仔傑義工 有些朋友問肥仔傑為何你會收集普通市民的個人資料 到底會用來做甚麼 就是為了保障各位義工的安全 也希望大家有部份的個人資料 會輸入在報名的時候 肥仔傑不會把這些私隱資料 不會公開給其他人 亦會遵守私隱條例的做法 不會透露給其他人和出賣你的個人資料 這些資料的用法 只是讓肥仔傑更好地核實大家的身份 保障大家的安全 相信大家 就算你們想做義工也不希望被人起底 希望大家一起出一分力救救我們的香港 今集的影片就到此為止 如果喜歡肥仔傑影片的你請按LIKE這段影片 分享這段影片讓更多人知道反對派想你插的陷阱 也希望大家可以按一按右下角的訂閱和鈴鐺 你就不會錯過肥仔傑任何新影片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明文集員 已經做了一打 那麼極廉 我先把電池採進去 前面 超油 跟誰 還有